据俊叶录制小姨子小S的节目 小姐不惜地 二人同框引起网友讨论 在节目后的采访中 聊到家人的相处 被问及妈妈对媳妇的看法 据俊叶说 自己的妈妈对大S的一切都喜欢 妈妈超疼爱大S的 在采访中小S与姐夫两人互动频繁 看得出来 小S是真心喜欢这个新姐夫 直言姐夫令人很有安全感 后时的肩膀是我们全家人的依靠 这个评价可没有在汪小菲身上出现过 小S还说 姐夫和大S还是演韩剧般恩爱 节目现场还唱了《酷龙》的歌曲 以及大S经典代表作《转角遇到爱》组曲 不得不说 小S的确非常用心 堪称姐姐和姐夫的爱情保镖 小S爆料 聚军夜上节目之前 她被邀请到大S家中吃饭 姐姐在餐桌上大方表示 只要是事实 就可以在节目中聊 他们夫妻俩完全没有禁忌 让小S大胆提问 大S主动提供了一些夫妻之间的故事 让小S作为素材 从去年三月开始 聚军夜搬到台湾生活 她是娱乐圈出名的孝子 婚前一直与妈妈同住 但现在她为了大S不得不与母亲分离 记者问聚妈妈会不会因此而吃醋时 聚军夜的回答也很体面 她表示 妈妈其实曾低调到台北看望大S 婆媳相处没有任何问题 聚妈妈喜欢大S的一切 她超级疼爱西元 因为没有机会长期见面 所以她很想念西元 如此高情商的发言 也引起一众网友的好评 表示感谢聚军夜的出现 帮助大S走出前任婚姻的低潮 对于娇妻的流产往事 聚军夜这次没有提及 小S也很聪明地跳过了 没有任何回应 不得不说 还是老男人情商高 对于这些过往 聚军夜没有额外在意 专注于目前的感情生活就好了 大S曾发布声明 证实最近网上 一些关于自己前后 为汪小飞流产四次的谣言 大S第一次流产 是在2011年举办三亚婚礼前 因为查出腹中胎儿死亡 所以进行了终止妊娠的手术 流产后的第四天 大S就拖着病体 飞往海南接待宾客 第二次流产 是在两人结婚后的第七年 即2018年 41岁的大S 因为腹中胚胎萎缩 接受了流产手术 仅仅七天后 就飞到了北京 和汪小飞合体录制综艺 幸福三重奏 针对此事 大S还晒出相关证据进行佐证 并表示 这段期间 因离婚事件 浪费了非常多的社会资源 深感抱歉 因此无论网报 罢林 徐希元女士 没有主意澄清 是因希望事情 可以尽快平息 回归平静 一切该走法律程序的部分 也都交由律师事务所处理 今日周刊报道的出处来源 并非来自大S工作室 发此声明 只是不希望大家 以讹传讹 以正视听 流产仅四天就办婚礼 流产后 一周就去录综艺 两人两次重大的活动 都是在大S身心 没有恢复好的情况下 这不免反映出汪小飞 在生活中 有多么的不体贴 并且 大S曾说过 在海边办梦幻婚礼 其实是汪小飞要求的 原本她想要的是一场 只有十个人参加 不用穿礼服 不用化妆 不用穿高跟鞋的私人婚礼 但汪小飞说 我们一辈子结一次婚 难道你不能完成我的梦想吗 于是她只好妥协 强称着流产后的身体 如期半婚礼 虽然大S这次晒出的证据 让人很吃惊 毕竟 此前关于大S 和汪小飞的离婚消息中 大S一直是以婚内出轨的 形象存在的 而前夫汪小飞 则是以受害者居多 但可能是 关于两人的各种离婚消息 实在太多 很多网友甚至觉得 这次的大瓜 会不会又是大S 和汪小飞哪一方的炒作 两次流产的经历 放在哪位女性身上 都是两段不堪回首的回忆 何况是这事情 出现在了大S身上 这则娱乐消息一出 前夫汪小飞 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被称为一家子演员的 大S家 自然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现任丈夫聚敬业 还有妹妹小S 又把大S的好儿媳人设 好好打造了一番 大S工作室账户 曝光了一份律师声明 附加白纸黑字的医院 必超突 实锤了大S 在婚前留过一次产 在生完两个孩子后 留过一次产 一次是在和汪小飞 世纪婚礼之前 一次是在参加 录制综艺节目 幸福三重奏之前 两次流产均是意外 但都指向一点 就是大S是个好媳妇 就算流产也选择闭口不言 为的就是维护 汪小飞的好丈夫形象 不得不说 大S下了一首好奇 大家都知道 这段时间 汪小飞和大S一家 还在明镇暗斗着 前段时间 前妻大S向前赴 汪小飞起诉 讨要百万生活费 汪小飞败诉 结果出来当晚 汪小飞就表示 自己会继续上诉 还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明细账单 从司机用款到孩子的学费 再到买文具和剪头发 汪小飞表示 自己一分钱也没有少给 还表示 这些账单只是冰山一角 紧接着汪小飞多次到台湾探望子女 引发一系列话题 还有媒体拍到汪小飞接孩子放学后 送到了大S家 自己并没进门 再加上汪小飞为女儿小月庆生 承诺定期去看女儿 汪小飞好爸爸形象 再次从网友心目中树立起来 一时间对于汪小飞的称赞 同情 好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而大S这次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 汪小飞前女友张颖颖则疯狂捕刀 指出汪小飞是深情巨婴 再加上八卦媒体拍到汪小飞和美女举止亲密照片 一时间汪小飞的形象扫地 小S也称赞巨俊叶有厚实的肩膀 可以让我们依靠 觉得好有安全感 小S更表示 巨俊叶在家里完全不跟大S吵架 他们两个到现在还在演韩剧 再次见证两人爱情的甜蜜 对于大S流产两次相关问题 小S可能怕说错话一律笑而不答 搞笑拉开衣领说 你说什么 我听不太懂 这个衣服够辣吗 还不够低是不是 画面比较重要了 谢谢大家关心 巧妙地回避敏感问题 小S这次发挥得很好 在节目中表示巨俊叶和大S恩爱有加 还表示大S交代巨俊叶要实话实说 而巨俊叶此次爆出自己妈妈喜欢大S 大代律也是提前安排好要说出来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大S的好形象瞬间变得好起来 2010年左右 当时的娱乐圈还笼罩在 嫁入豪门是女明星的美好归宿里 而汪小飞则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是京城四少之一 当时大S嫁点汪小飞也是嫁入豪门 而嫁入豪门的女星也往往身段较低 在举办婚礼前四天 大S做了流产手术 大婚接受采访时 大S没有出面 据说当时的她身心煎熬 而2018年 大S在录制综艺节目前七天流产手术 踏上工作路途时 大S也是身心饱受煎熬 但当时两人家庭婚姻还比较稳定 而且流产也是意外 但是此次 小S和聚敬业的助攻有点过犹不及了 又给人一种全家人配合演戏的感觉 大S和汪小飞都在尽力 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但是要是都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好 两人又怎么会结婚呢 一对可爱的儿女 又怎么会失去美好的家庭呢 说汪小飞是渣男 那倒是不假 每次爆出绯闻都是有图有证据 但是汪小飞的优点也很多 大度 顾驾 疼女儿 但是她曾在工作地和大S加飞了800多次 这样顾家的男人也少见吧 汪小飞对曝光她丑闻的狗仔葛思奇也冰释前嫌 还称呼大S的妈妈为丈母娘 汪小飞的本性还没有变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不知道汪小飞和大S的离婚大戏还能持续多久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两人已经翻天了 还是各自安好吧